12月,谷歌公布了一天研究论文,详细阐述一个名为Tocotron 2的人工智能,AI文字语音转换系统。Tocotron 2生成的声音与人类相似,甚至达到真假难辨的程度。 其二指出的是,这天论文尚未进行同行评议。Tocotron 2是谷歌的第二代文字语音转换技术,由两个深度神经网络构成。 第一个网络处则将文本转化成生普图,也就是在音频可视化。 生普图随后传输给的WebNet系统。WebNet是一种用于生成年始音频多型的深层神经网络模型。 读取生普图后,生成与文本相匹配的音频,声音与人声高度相似,还能听出相应的节奏变化。 WebNet由Alphabet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DeepMind于2016年提出。 在过去一年里,DeepMind和谷歌的团队创建了一个速度快1000倍的新模型,大幅提高了效率,解决了之前计算速度太慢的问题。 今年10月份,DeepMind正式宣布新的并行WebNet开始在现实世界中落地商用。 在论文中,谷歌团队表示WebNet有卷积神经网络诺件,在训练阶段该网络就会确定语音的底层结构。 训练好的网络每生成的一个样本都会参考前一个样本的属性。 所产生的声音包含自然语、调和如嘴成形态等看数。 谷歌研究人员表示Tocot on Earth能够处理发音难度较大的单词和名字。 它还可以从混合数据集中创建独特声音。 不过它的口音,取决于它接受训练时的声音,同时,它能够根据读音改变发声方式。 例如,碎手大写的单词,它会像人类一样使用重音,以突出它们在句子中的重要性。 此外,该系统还具备处理文本中少量的单词错误的功能,在英文文本的转换阅读中可分辨性小差异。 不过,Tocot on Earth系统目前接受的训练只能模仿一名女性的声音。 如果想模仿男性或者其他女性,还需要再次接受训练,与谷歌进行的其他核心人工智能研究不同。 这项技术能够立即让谷歌受益。 2016年WebNet上线后,就能帮助谷歌助手生成逼真的美国英语和日语语音。 在走出实验室并进行完善后,投入使用的Tocotron二将进一步提高谷歌助手的竞争力。 这项语音系统的突破,也使谷歌在国际智能语音技术竞赛中再次领先。 不过在国内市场中,谷歌语音技术的中文语音理解不是很深入。 百度、科大是非等企业在中文语音处理技术方面,还是稍战天机。 语音合成是百度AI的代表技术之一。 去年在百度语音三周年的活动现场,百度语音技术团队就成功利用情感语音合成技术,合成出张国荣生前的声音,并与他的声音回应粉丝的祝福,领得众多粉丝为观。 如今,百度语音技术的应用场景也大大扩展,进入到教育、出行、翻译等各个领域,形成从技术模型、场景开发到行业应用的矩阵。 今年11月,百度还宣布语音技术全系列接口永久免费开放,提供语音识别,语音合成,语音唤醒多平台软件开发工具包,免费支持众多开发者和合作伙伴的背后,可能还是蕴含着个做中文智能语音技术头发交语的野心。 天急,谢谢。